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五分钟热度 用小小的时间了解更多有关建策规员的话题 物业管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适逢考心很快就要面临大学检科 所以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 物业管理液监管局的副主席 许志文教授 和我们大家谈谈有关物业管理行业的学习 培训及工作 Andy 你好 很开心你来和我们谈谈 首先想了解一下 可否和大家谈谈有关物业管理行业的工作 其实是做什么 物业管理行业的工作很广泛 如果看得清楚一点 根据2016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法例叫做物业管理服务条例 第626章 已经规范了 即物业管理人员 其实可以在以下七类别的工作范畴里面工作做 包括一般的管理服务 第一 第二是环境管理 第三是维修服务 第四是财务管理 第五是设施管理 第六是人力资源管理 第七是法律服务 所以你看看行业的范畴是很广泛的 看到我们的物业管理是全香港的生活范畴 任何一样东西都有关系 甚至现在说得最多的 饮食等等商场 我们都是物业管理人士 会服务 会所等等 你想到都有 有物业就有了 甚至没有立法高大楼 也有物业管理人士在内作出服务 是的 没错 如果我们想 譬如有人想加入物业管理这个行业 有什么学院或方面的课程 同学可以去考虑从而取得这个资格呢 我最熟悉的是大学教书 你都知道的 我最熟悉的是大学 其实年轻人如果有兴趣 最简单来说是透过考DSE 然后就选择大学课程 有好几间大学 都有相关的物业管理的课程 第一就是港大 第二理工 第三城市大学这几间都有 包括它透过一些所谓的 我们叫做scheme 进来 或者是透过一些surveying的scheme 第一 第二有些公共行政管理的课程 报读申请 那学生进来之后 就是透过四年当中 第二或第三年去选择他的一个major 记住一件事 整个无论是scheme 无论是major 我觉得是透过一个课程 这大约是四年的课程里面 院校都是盡力希望 是将一个学生培训 令到他准备好自己将来出业毕业之后 是为社会为行业服务的 中间是透过教授的课堂的课程 再加上其他的活动 例如实习 海外的交流 甚至是暑期的培训工作 师长的计划 所有都是给学生一个更好的体验 更能够熟悉自己将来的工作环境 那物业管理这个行业 未来的前景是怎样呢 我看得挺好的 Tony 你都知道 你都在这个行业里面 建筑就是建楼建这么多 每年都是固定的数量 企业管理就不同 相反地 每年会递增 所以每年政府建住宅 都可能你都知道有几万个 再加上 刚才说过写字楼 商场等等 每年需求的要管理的面积或者单位 非常之大 行业同学反映过了 只有找人 只有缺人 只有找不到人做事 所以你看看每年有几万的单位落成 甚至没有说刚才说商场等等 学生都出来 基本上我们找不到一个问题 是找不到工作的 换句话说 他们的需求是很大很大的 行业当中也很配合 很多培训的机会给他们 从刚毕业开始学起 慢慢过了几年成长 拿牌 甚至拿到现在的 物业管理业监管局里面的 纪录训的合资格 有牌照的 物业管理员工 或者专业人士 他们的前途是非常好的 物业管理这个行业 需求越来越大 而亦朝向更专业化的发展 如果有兴趣加入这个行业的同学 可以考虑一下 今天我们再次多谢Eddie教授 抽时间来跟大家 讲解 这么多有关物业管理这方面的知识 多谢